在就到第二个瓦豆鲁迪离开房间以后 这边先不要往前推进 往右边走 在右边这边有第二条隐藏的通道 进去以后就完成了发现两条隐藏通道的任务 大家好欢迎大家点击这个影片跟我一起来玩新知卡比探索发现 我收尾为在急冷捷运这个关卡里面有四个任务要解 第一个任务是解救瓦豆鲁迪 第二个任务是登上两台电车的车顶 第三个任务是发现两条隐藏通道 第四个任务是调查货柜中的货物 那第一个瓦豆鲁迪在这个场景 把四个钉子打进地面 就会开启一个机关 里面有第一个瓦豆鲁迪 第二个瓦豆鲁迪跟第三个任务 发现两条隐藏通道很有关系 发现两条隐藏通道的第一个通道在这边 打下三个钉子 打下三个钉子就可以发现第一条隐藏的通道 进入通道以后就会进入一个房间 在这个房间里面你要收集五个碎片 在这边 这里 打这边 这里 还有这里 收集五个碎片 就可以救到第二个瓦豆鲁迪 在救到第二个瓦豆鲁迪离开房间以后 这边先不要往前推进 往右边走 在右边这边有第二条隐藏的通道 进去以后就完成了发现两条隐藏通道的任务 第三个瓦豆鲁迪比较直观 就在这里 打败这些小怪 这些打败以后 后面的宝箱 就是第三个瓦豆鲁迪 第四个瓦豆鲁迪比较趋劲 在这边这个机关这里 你先跳上这边 往后跳 跳到这个阶梯 然后在上面吸入三角锥 跳到这边 用三角锥冲破这里 好 这边可以进入一个秘密通道 然后冲破水管上去 这边往荧幕的方向这边走 往荧幕外这个方向这边走 就可以救到第四个瓦豆鲁迪 救到之后继续往右边走 这边就可以完成第四个任务 调查后汇中的货物 登上两辆电车车顶这个任务 第一个车厢在这边 就上去就好了 第二个车厢在附近 就在这里 登上去 就完成了登上两台电车车顶的任务 另外这个地方绕一圈 有很多钱币可以拿 这边把很多木箱打坏 就有扭蛋可以拿 还有在这里 把一个钉子 在这边打进墙壁 另外一根钉子也打入墙壁 就可以拿到扭蛋 那以上就是这个卡比关卡的攻略影片 希望有帮助到大家玩游戏 如果大家喜欢我影片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做更多更多 跟新式卡比探索发现相关的影片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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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